Hello,大家好,文文商家的猫腻 第二期,海南黄花梨新料家具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海南黄花梨家具绝对是所有文文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先跟大家说一下标准的市场价格 大家心里能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拿这个圈椅来说硬通货 越南黄花梨速圈椅 品相完整的,市场价格在15到25万之间 圈椅王,就是黄宫椅 市场价格在25万到35万之间 如果是海南黄花梨的野生林老料 圈椅的价格就非常模糊了 如果能够到代,明代晚期 海南黄花梨的圈椅一定是路份非常高 很大可能就是宫廷造 就达到了可以上拍的级别 2015年纽约驾驶德拍卖会上 安思远先生收藏的一套四件海南黄花梨圈椅 最终落锤成交价格是85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5200万人民币 算下来一把也要1300万人民币 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全部 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七八十年代也有大量的民用海南黄花梨圈椅制作出来 气形做工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现在市场上流通的 这种家具一套价格差不多在一两百万之间 我之前也算了一下如果用老料新宫 来做这么一套海南黄花梨的圈椅 保证完整度 但是要用一些小料来拼凑 所以说颜色肯定达不到统一 一套算下来最低成本也要在60万以上 很多朋友就会说这个价格太虚了 肯定没人买 还真不是啊 喜欢收藏的那些老板啊 实力大家是想象不到的 不论你喜欢字画还是玉石或者是杂像 没有人能够抵挡住海南黄花梨家具的诱惑 如果我现在手里有一套完整品项的海黄老圈椅 我现在至少可以想到五个客户 能够立刻拿出一百万来收下 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朋友呀 说手里有一套海黄的老圈椅 想这个转让给你 十万二十万呢 千万别动心思 这种馅饼绝对不可能落在你身上 因为海黄圈椅啊 这是标准的硬通货 只要是比市场价格低个百分之二三十 放心绝对会有人抢着接手 说起这个海黄新量的家具啊 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私信 问说自己看到一套海黄的圈椅 才卖三四万块钱 商家还保证 保真是海南黄花梨假一赔万 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很简单啊 它就是海南黄花梨新量的家具 其实海黄新量的家具啊 也是在市场上流通了好多年了 最早之前呢 只有海南本地会生产海黄新量的家具 工艺水平是比较差的 而且卖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大部分人是没有注意到 直到19年之后 鲜油开始加工海南黄花梨新量的家具了 这个不服不行啊 鲜油的加工工艺水平是真的特别的高 而且是把售价直线拉低 通过煮辣 上漆 做色 打油 烤辣这些工艺啊 制作出来的新量家具 确实非常漂亮 而且选料呢 都是选择大虎皮纹 满满一整面都是鬼脸 一套素圈椅 算下来才两三万块钱 比达合三只都便宜 很多人就开始心动了 其实新量的家具也很好区分 首先新量家具颜色浅 深的基本上都是做了漆面处理 而且家具上满满的都是虎皮纹 满满都是鬼脸 而且新量是没有大料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凳子板 椅子板 包括桌面板 它都是用小料拼的 一个小桌板七八拼 那海皇新量的家具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先说它的优势啊 优势是材质是海南黄花梨 就算是新量 它的名头也在这摆着 花纹呢 也确实很漂亮 大虎皮纹 大鬼脸 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低 比达黄酸汁的家具还要更便宜 缺陷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好 就算是通过煮辣 提升了它的稳定性 在内度城市或者是在北方 还是非常容易开裂 容易变形 再有就是使用一段时间 是有可能褪色的 氧化的难度比较大 而且保值属性 现在看来的话确实不好说 我觉得保值难度是非常大的 OK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木逸沈香 拜拜